中国已经被世界淘汰了 这是一个完全不争的事实 就是中国已经整个被世界淘汰 你们要愿意听的话 下次我可以给你们讲AI 就是在AI的相关领域 在技术应该叫整个科技的相关领域 中国已经完整的被世界淘汰在外面了 你们看看最近这几个 全世界最大公司的这个发布会 黄总的发布会 马总的发布会 包括苹果公司的发布会 你们得到的信息是什么 世界未来是什么呀 跟中国有个淡屁关系 中国是封锁的 有个淡屁关系 有人还说苹果公司 苹果公司功能你用得了吗 人家是GDP for O 你在国内能让你随便用吗 FOR O能干嘛 你拿GDP for O你可以问什么 问中共什么时候倒台 中共因为什么倒台 这是一个复杂且敏感的问题 一般来说一个执政党 可能会因以下几种原因 失去权力 一 内部斗争和分裂 党内出现严重的派系斗争 或内部分裂 可能会导致政治稳定性下降 二 经济问题 长期的经济衰退 或经济危机 无法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 会导致广泛的不满 三 社会矛盾 如社会矛盾 例如贫富差距扩大 腐败问题严重 人民 不用讲了 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 因为不占时间了 就是这个玩意能让你使吗 因为大家知道 苹果下一代是完全融合GPT的 也就是它会在那个什么里 就是你随时可以调用 它有很多的人工智能的需求 对吧 你怎么办呀 不是光这个强大 黄总给你做的模拟地球才可怕呢 什么概念 他通过对于这个地球上 所有摇杆 摇测 卫星和地理发展历史数据的分析 通过人工学习 他能够判断所有话题 你要进山了 这真是场景 你说我今儿进山 我查一下 十分钟后 十五分钟后 二十分钟后 我走这条山路上会发生什么 就这山路上 天气变化 土地变化 气候温度的变化 各种环境 会不会出现什么 我难以想象的问题 马上让他给你判断 人工智能 他把整个地球所有的 自然环境的相关信息进去 通过人工讯息 都给你模拟出来 马上就知道 不是说明天气预报 不是 是你马上要做这个事 之后所有自然界 可能最可能发生的事 都告诉你 有人说 为什么这次芯片 黄总那个芯片速度 一下提高这么多 能耗这么低 那是AI设计的 那是根据人类设计芯片的思维 进行完整的学习后 AI设计的第一代的芯片 这效果都到什么效果了 所以大家就想吧 我们没有办法去 我们无法去讲 你们愿意听可以下次讲 我们全世界已经把中国 我们没有政治问题 也已经被抛弃掉了 没有政治问题 中国也已经被全世界抛弃掉了 打仗 有芯片在上面打个屁 有芯片在那打个屁 对呀 都不用去想那个事 未来 就各种领域 学习 医疗 教育 各种领域 没办法 学历没有用 学历是混圈子的 我早就跟大家说过 国内学的就是为了混圈子 学内没有用 国内的苹果手机 没这功能嘛 国内的苹果手机 是没有这功能 但是呢 全世界大部分国家 只要是发达国家 只要是发达 苹果都是单卡的 不是双卡的 先告诉你一下 只有中国的手机 是双卡的 不是老黄杜媒杜绝 是全世界都杜绝了 芯片生产 老黄美国上市公司 对吧 全世界对中国是封锁的 硬件 中国是对全世界软件封锁 主动封锁 你下得了TikTok吗 你看得了吗 中国是封锁全世界的 谷歌你看得了吗 谷歌你都用不了 你能用什么AI的很多功能呢 是中国对全世界是封锁的 软件领域 完全不一样的 我昨天问了 我讲了很多很敏感的东西 对呀 包括你比如说 我是干什么什么职业的 我要想挣钱 我有几种方式能够挣钱 我吃的这个东西 有没有营养 营养价值有多高 我吃黄瓜 黄瓜的营养价值有多高 对于我自己一个55岁的人来讲 我吃黄瓜 我如果糖尿病高 吃了以后效果会是什么样 对吧 然后河南现在的大汉 河南现在大汉 有可能让今年粮食减产的程度到多少 你让他给你分析 全没问题 全都没问题 所以没办法 没办法 就是我们差的这个太太远了 没办法 不是出国海关风 你应该知道7月1号 应该知道吧 咱们国家的法律出来了 7月1号 你们所有人进关 海关是按照法律 可以随时查你们 出关就不用说了 进关就这样 出关更是了 查你们所有携带的音像视频 手机电脑等各种东西 要求你交出密码 查看里面 所有他们认为的内容 所有认为的敏感消息 如果你不做 现在就叫违法行为 可以拘留抓人的 或者拒绝你去进入中国的 所以现在呢 就是在中国 进中国的人 是没有任何隐私的 没有任何隐私的 这个已经有很多律师 在抖音上讲过了 我们还有人在 政府还说辟谣 不是都查 我们只对于我们怀疑的对象查 这叫辟谣吗 中国政府这种辟谣 你就逗乐了 你出了个法律 你的辟谣不是说我们不查 是我们不是所有人都查 我们只对于怀疑对象查 那你不就是可以怀疑任何人吗 任何人就得查 出境现在就查呀 出境查是现在就有的法律 现在新增的是入境就查 过去出境查是 现有法律就OK的 主要他的辟谣 辟得太逗了 他不是告诉辟谣说 我们那个法律文件 不是说什么什么要查 不查 而是告诉大家 我们不是所有人都查 我们是只有怀疑的时候 才会查 你这叫辟谣吗 这个还政府公开说出来 这种辟谣的话 不知道会咋想 汇率还在跌 人民币汇率跌破去年10月份以来 最高的离岸和在岸的这个人民币的比率了 还在跌 美股早该去建仓了 还用现在啊 这么破新高 美股你从我开始说美股那天 半年多了 半年多了 我说美股那天 你到现在 我当时是不是跟大家说 你闭着你买英伟达呀 是不是还记得 半年前有没有人记得 当时我视频告诉你 炒美股闭着你买英伟达 有没有人记得 我说啥都不用管 你说什么都不会 你啥都不懂 开个美股账号 拿着钱 闭脸你买英伟达 有人还记得吗 当时讲的 你要是听了那半年以后 都什么情况了 按我说这半年 什么情况了 所以你 对啊 记得吗 讲过呀 闭脸你买嘛 你现在你看看 至起码半年过了 半年过了 哎呀 所以 所以 哎呀 没办法 这个挣钱 就是这样子 挣钱就这样子 加油吧 加油吧 加油 银行也不行 现在吉林的银行 已经开始改制度了 吉林的银行 对于客户 他们有一个灰名单 据说现在 70%以上 在吉林银行 就叫吉林银行 灰名单里 这些人取款或转账 需要当地派出所出证明 逗吧 就是派出所 对于吉林银行 需要派出所出证明 证明可以 吉林银行 才给这些灰名单的人 负责转账或取款 银行自己定的 不是任何公监法机构定的 银行觉得OK 就给你下进去 所以你要知道 我那时候说钱的事 去网上愿意可以查一下 吉林银行空格转账 空格派出所 什么证明 就类似关键字 去查一下就知道了 这就是趋势 我跟大家讲了 就是现在退出金融 要求央起国际退出金融 金融机构的问题特别大 金融机构大到什么程度 我们大家知道 有很多钱都在金融机构里 那金融机构拿着钱干嘛去了呢 他是贷款的吗 不贷 贷款回不来 买理财产品不敢买 所有理财产品 他都知道不挣钱 怎么办 金融机构把所有在这存的存款 很多包括是活期啊 利息比较低的 去买了国债 国债的利息比存管率低高 所以最终结果 就是金融机构的钱 根本没有支撑社会的 各种需要支撑的机构 全都拿去买国债 这就是为什么人民银行都疯了 说他们再这样 我不是买 我也去卖国债去 中国整个的社会都是拧着的 没法去玩了 拧着的很厉害 强制上交 你让他找不着就完了 对吧 但是现在金融机构强制退赔 这是很多金融从业者 特别崩溃的一个事 就是不是现在给你减薪或者不发钱 是让你把前几年他认为你多挣的钱 全要再交回去 不光不给钱了 还要你把以前的钱交回去 否则就叫依法办理 现在国内这样的机构 包括银行在内 包括银行在内 这样的机构越来越多 那你想想金融从业者 现在心里面是个什么 什么状态 什么心情啊 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大汉 说今年可能绝收 那水利设施呢 要不然就没有 要不然用不起 因为你动用这些灌溉机器去灌水去做 那就别干了 现在种地已经几乎都不挣钱 就现在种地 只要不是年龄特别好的时候 因为农民啊 从打梗啊 卖种啊 底肥啊 播种除草 追肥 杀虫 收割等等 全要花钱 一亩地基本种植 五六百块钱以上的成本 然后你要给美母弟再灌水 再用他们的机械去灌水 那一亩地一千块钱以上成本 种一亩地就赔几百 赔上钱 那你还种个屁啊 所以就 就这几个地方 今年都可能绝收 没办法 没人管 上回讲了嘛 酒干风干雨 现在就是汉着 黄昂仪一月来呢 就是烙着 改不了主要是 愿意存点 常备点粮食 可以存 没什么不能常备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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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时间听我瞎嗶嗶 谢谢 谢谢